我们来看到 这是主计总处所公布的 最新台湾人前往海外工作的人数 那么在去年是47.3万人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5.4万人 年增率是来到了48.4% 不过这个数字其实比起最高峰的时候 还是比较下滑的 那么官员认为主要一个原因 是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 疫情比较趋缓了 各国的国境也开始全面的开放 那么可是如果跟108年的高峰 是73.9万人相比 依旧还是少了26.6万人 那么前往海外工作的台湾人 主要是去哪里呢 我们来看到增加比例最多的 就是美国增加了4.9万人 那么被认为是受惠于台积电投资 跟设厂的这个因素 所以让我们前往美国工作的人 是迅速的增加 那么第二名是前往了东南亚增加了3.1万人 前往日本韩国增加了1.7万 前往中国增加了1.4万人 可是我们要来看看在整个的比例和数字上面来说 那么我们前往中国工作的人数 现在是17.7万人 尽管在各国比例当中 它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占比呢是37.5% 可是这个占比其实是创下历年来呢 我们前往中国工作比例呢 在各国比例当中是最低的数字 这主要被认为是因为呢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下 所以呢 整个供应链的转移台商开始呢 前往其他地方设厂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解封的步调比较慢 所以让前往中国工作的人呢 是比较下滑 那么呢 美国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工作台湾人 人数是10.3万人 那么比例是21.8% 这两个数字都正是超越疫情前 而且呢 也都是创伤创下新高 以上继续提论给您 也请继续锁定华视新闻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